在這個開發的時候都已經要要照法規的規定檢討法定停車 那社福用地的部分呢 我們內部初步檢討呢 如果容積率提高到400的話呢 它的法定汽車的部分至少是1200戶 那因為實際上這個社福用地 因為最主要是社會福利設施 還有就是公民住宅的這個民眾使用 那它本身的需求是不需要到1200戶啦 所以我們其實是希望說這個這個民眾需求的部分呢 可以在社福用地裡頭 也可以在公園用地裡頭 也可以在商業區裡頭去增加這個彈性 並不是說公園一定沒有停車空間 那這個附近居民的這個周邊的停車 剛剛有提到說95年那個部分 那個四五百步指的就是說 在未來這個開發案裡頭要吸納周邊 就是周邊地區的停車需求 那自己這個基地的停車的部分 當然開發的時候就要內部化滿足 假設說我自己這個基地需求是500 那周邊勸500 那我這個基地就要提供1000 所以跟大家做這樣子的澄清 那我們接下來是有些人去看 謝謝 謝謝